好的確風真的非常大 像昨天上午在大瓶林捷運站附近 由於大樓引發的風切效應 結果導致一名女子被風吹到重心不穩 差點要被車給撞到 連線給記者蔡玉山 玉山 好了 直播給觀眾 颱風山土兒帶來強風 而在大瓶林捷運站 私後出口出來這邊 由於兩旁大樓 所以是有風切效應的關係 在這邊的風勢感受上 是會特別明顯的 就在昨天上午的時候 有一名女子 她是走在這個人行道上面 所以本來因為強風的關係 她就已經走得有點搖搖晃晃 站不太穩 而她勉強走到這個停車場 這邊入口的時候 又受到這個風切效應的影響 所以導致說 她整個人是嚴重重心不穩 差一點就直接往馬路上跌過去 因為當時車輛非常多 所以她差點被車撞上 幸好當時在一旁 有剛好結束行物的員警 他們是見狀之後 就立刻上前去搗扶她 還有人是幫忙指揮交通 後來也把這名女子是搗扶到一旁的椅子上休息 這名女子也說沒有想到颱風帶來的風勢會這麼強勁 也非常感謝原警及時出現救援 以上最新主播